T跟T之間的友情 友情 欸我好像很少聽人家在講 你跟你T的朋友 就是你跟你的朋友 都是怎麼樣約出來啊 或者是維繫那個友情 會嗎? 就常常很多女生 都會跟女生自己的好朋友 沒事啊 就真的是很隨意你知道嗎 無時無刻 就是要不要喝個下午茶 要不要吃個晚餐啊 要不要去逛街啊 很時常就約出去 出去都是聊一些 比如說閨蜜心事啊 或者是去聊一些八卦 八卦 對 在女生角度正應接行 應該算是蠻正常的 然後呢 男生呢 男生 打球 對 發現男生好像約男生出去 都是要不要打球 好像挺少約 聽到男生說 我們約聚吃個飯給我心事吧 所以這個是屬於性別的模式嗎 或者是相處模式吧 嗯 這幾天有人就問了我這個問題 就是 你們T都約T去哪裡 我覺得我跟T朋友常常都會約 就是去逛夜市 欸我今天會去你要不要去 好啊他就來了 我以前 比較常被人家約說 欸要不要去T吧 我看起來像很會喝酒的人嗎 我就說我未滿18歲 其實我 不要看我這樣子 我比較不會去跑 就是 因為我不會喝酒 所以我比較不會去跑一些Lunch Bar啊 或者是夜店之類的地方 我好像比較女人心一點 我都會說 女人心 你要不要吃飯呢 所以你會 你會主動去約你 比如說T的朋友 會 你們出去都聊什麼 什麼都聊 問他什麼時候要交女朋友 所以聊女生 對 聊女生 聊八卦 對然後也會聊一些 買衣服你都去哪裡買 服飾 或者是他剪頭髮去哪裡剪 就會問 你以上說的我可能都比較不會 因為我 都不會 比較不會啦 我不能說都不會啦 因為我不愛逛街 就算我今天要買東西 我也是看準了 我想要買什麼 我就直接一個人自己衝去 然後買完我就走了 就一個人去 對我也不會逛 蛤 好妙喔 再來重點是 因為我比較 比較沒有什麼樣的興趣的東西 會引起我 踏出我的家門 所以你變成宅T 對啊 比如說你會約你的朋友去看電影 會啊 我就不會啊 蛤 那下次換我約你好了 你印象最深刻 比如說 你的食檔 或者是你的麻吉 你們有最深做到什麼樣的交往最深 比如說一起洗澡 沒有 我有 好酷喔 你知道一起去海邊 第一次 然後呢 就是淋浴間很少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 沒辦法 毛起來兩個人就想說 好 重洗的時候 不准偷看 不准偷看 兩個人背對背這樣子 不准偷看 對 這是我印象最 這是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 可是呢 我要說的是啊 雖然 那個關卡很難去突破 可是當你 跟你一起洗過澡的那位T 你終身難忘 喔 因為你不會再有啦 蛤 改天我也要來跟我T 朋友試試看 那你最深刻或是感動的事情 我會特別去挑一些適合他的東西 我會 我不會看到就買 我比如就會覺得他最近可以 最近缺什麼 然後就特別去挑 就是 一些小舉動 可是我還沒有到就是很生意 所以你有小貼心 對 因為就是看到東西壞 他又捨不得晃 就想說直接幫他買一條 我就給他 所以這是你為你朋友做最貼心的事情 對啊 那我再問你 T跟T之間的朋友 會不會很難維繫感情 就不好說耶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難 有難度 曾經啊我也會問過為什麼 我後來是因為我看開了 就是 你不會覺得就是 比如說這一段時間 你就可能跟某A很好 那你們可能常常會邀約 不是說你主動邀約而已 他也會主動邀約你 可是一段時間之後 大家兩個人就漸行漸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但是我有 以前每一次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心裡面真的都很難過 對我來講 我對他看的蠻重 突然間就像你說的 突然間漸遠 我也會覺得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也想要去弄清楚 對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 而且都要透過別人的嘴巴 聽到他的近況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差 然後 我也曾經試著 就是想要去關心他 去問他 簡單的就是去跟他聯絡 聯絡之後得到的感覺 我覺得我自己的感受是 好像就是貼他的冷屁股的感覺 不用太在意在心上 因為你的歲月裡面 你可能還會遇到幾個這樣的朋友 對啊 我覺得 珍惜現在身邊的留下來的 對啊 還有 還有的人有嗎 曾經是回我什麼你知道嗎 怎樣 你想借錢喔 扛 不是 你知道我有什麼事情 變得好現實的感覺 對 然後我就會說 沒有啊 我不能夠想說問你一下你的近況 是怎麼樣嗎 對啊 其實呢 T的心思其實也蠻簡單的 你說複雜又不是像女生一樣複雜 但是講真的又沒有像男生一樣 就是比較灑脫嗎 好吧 最後 你們也有印象難忘的T朋友嗎 我們可以在下面 或者是好朋友嗎 對 然後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的嗎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沒錯 好 我們今天分享 就到這裡了 我絕對不會請你們訂閱 或按小鈴鐺的 就這樣 我比較 我比較酷一點 就這樣 掰